全都是車 但是壞的 根據環保署資料顯示 2017年在對田區棄置的廢車輪 平均每日有73公噸 Rancy這麼用力推步壞車 究竟推些什麼 是推動環保 接著一連三集 Rancy和DBS 一起走訪三間公噸 但綠色寫棋挑戰不同難度的任務 第一集是汽車零件升級再造 我這麼大個女兒 載人就載得多 但入車房工作就真的未試過 今次就響應DBS的Leave Greener環保主題 放車過來 我現在要找那個電油泵 很大的挑戰 拿到這個電油泵 師傅 1 2 3 1 2 3 作為一個專業的汽車維修員 隨身帶給一個電炮 是很合理的 很重啊 是我人生第一次 拆一條胎下來 我覺得今天很值得紀念 連小小顆的螺絲 都有它特別的用途 香港有一間綠色社企 早前獲得DBS的撥款 能夠將汽車零件升級再造 製造成為一些有型的傢俬和玩具 upcycling 真的不是只up ATB Auto Arts很著重一個價值 汽車零件收回來 我們就會去分類拆解 去油去污去瘦 再做protect 就準備成為新一件的藝術品 我現在眼前這些東西 我是完全不懂的 其實它們全部都是波箱裡面的零件 就是有一樣東西叫極力紙 一會兒 一會兒想到這個急口令 是有極力這兩個字 讀也有困難 裡面的結構是一環扣一環的 揀開了這個扣之後 就可以拿到裡面很漂亮的極力紙 好像開生蠔一樣 好漂亮啊 好像新的樣子 我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你覺得呢 應該也有六分 我覺得有十分 你不可以這樣的 我們希望GoMag這個環保動力玩具 去幫助推動環保 幫助推動教育 給不同大眾去學習 怎樣可以配合新科技 去做到一些屬於自己的玩具 畫畫方面 我是挺有天分的 我想利用原坤去中學 讀書 現在我們要把這張圖 測試電腦 就可以拿去這個3D打印了 經過幾個小時的努力 你看到畫出來的成品 實物就出來了 就變成海馬了 因為未裝腳而已 預備 好嗎 好 今天呢 就參加完 ATB Auto Art的一個workshop 我自己覺得 最大的得著呢 就可以令到小朋友 拿些汽車零件 轉化成為一些傢俬 或者是一些小玩具 令到他們更加明白環保 都可以這麼多元化 剛剛跟Tally聊天的時候 他提到DBX在2013年 部款資助他們 讓他們可以購入 超聲波去遊機 和納米噴導機 對之後的發展 是很有幫助的 其實做環保 真的要努力 一步一步去做 懂得善用廢氣零件 配合創意科技 推動環保 人人都可以Live Green Rancy下一集會挑戰些嗎 下一集你就知道了